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别吵了 这里有没有人来过 没有没有 您老人家亲自布的阵 凭他们这些个下兵谢敬 怎么可能绕得进来嘛 不可能的啦 行了 没人来最后 尽快离开吧 是是是 马上走 谷主 皇后娘娘 请吧 这些人 居然挖了地道 这人究竟是何身份 私自带走当今皇后这种事 在她坐来 却如闲庭信部一般 不见丝毫紧张之态 不过 倒是让人感觉异常可靠呢 哎 你果真是皇后吗 不会是我家谷主 弄错人了吧 就是 她的这位随从 太过活泼了些 小兄弟为何有此疑问 那 画本里不都说 皇后娘娘头戴双缝降龙罐 身着广袖织金采缝袍 一态端雅 威仪自成吗 这 你都说是画本了 自然是当不得真的了 嗯 也对 毕竟是画本 不过话说回来 你放着好好的皇后不当 为什么要逃跑啊 再多嘴多舌 则就拔了你的舌头 呃 走 是禁卫军 看来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客栈 得罪了 啊 哭主 你们终于回来了 一直等不到你们 我以为你们出了事 计划有变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几个时辰前 突然有许多官兵入城 将这里全面封锁 现在只许进城 不许出城 先拿药来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受伤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这人好奇怪 明明是女子模样 为何 为何听声音 却像是男子 现在我要为你检查伤势 我不希望因为你的伤势 影响到接下来的行动 你明白吗 有 有劳了 哎 这么轻易就答应 谷主原来还想着若他不从 就叫我用药迷晕了 太太 嗯 到底是将门出生的 不比那些养在深闺中的小女孩 我说 你穿这身衣服说话 好生奇怪啊 哼 不然换你来穿 那怎么行啊 我堂堂七十男儿 怎么能穿这种女人的衣服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是男人了 哎 你们两个 站过去 嗯 谷主何时也懂得怜香惜玉了 谷主谦谦君子 又岂是你能比的 我说 你对谦谦君子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伤成这样 你倒是挺能忍的 只要能离开 再疼我都可以忍 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 方才还说着 再疼都能忍 谷主不过给他散个药 这便疼晕过去了 毕竟上市不轻 能撑到这个时候 已经是难得了 慧妃的病已经有些时日了 你身为后宫之首 此事亦有责任 朕希望你能多费些心思 照看好她 臣妾知罪 请陛下放心 臣妾定当竭尽全力 以祝妹妹早日康复 臣妾定当竭尽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